Hello 大家好 我是Li三伯伯 这里是Hi-Fi发烧台 如果大家对影音产品、音乐CD、黑胶唱片都有兴趣 想看家访Hi-Fi发烧油 又或者想把自己的机器搞得漂亮一点 就一定要订阅Hi-Fi发烧台 如果有大家支持Hi-Fi发烧台 才有动力继续拍摄更多影音资讯给大家 好了 不说这么多 进回正题 之前上去有城商业大厦 辉煌影音看到一对铝合金颜色的YG喇叭 很有工业风的外貌 相当抢眼 原来这对喇叭是YG Acoustics 最新推出的喇叭 型号是Vantage 这对全铝金属声霜的Vantage 采用了三路三单元的设计 声霜上下都是独立的声霜 不过原装运来时是一个整体 上下都不能分开 采用了Force Core技术的高音单元 185mm的中低音单元 和220mm的低音单元 而这两个单元都同样采用了 厂方Billet Core技术 用了整件铝材 拉切出来的震膜 确保有非常低的震膜分裂 Ivante在厂方排行在Hailey之下 体积相对较小 不过同样采用了厂方多项的专利技术製作 在分音器那里就用上Dill Coherence Wise Core Tora Air 这些技术 在声霜方面就用了Cabellet Technology 和FocusDud Elimination 至于以上技术的详程 可以参考HiFi发烧圈的网站 www.hifi388.com 有关YG Vantage的报道 至于声音方面 坦白说 在YG厂方未强调以上技术之前 我是不是很喜欢YG喇叭声音的 真的很有金属声霜的感觉 声音偏向较硬和没有尾声 相当难推 不过近年听到YG喇叭声音后 真的要给最佳进步奖 今天的YG喇叭不单去除了以往金属声霜的感觉 而且表现出很有音乐感的取向 而且今次听这对Vantage有同样的感觉 不单播放音效感的音乐利害 在音乐性方面都相当出色 而且不算太难推 用一部Luzman L509X合併机 就算播些大鼓都一样没问题 不过好可惜今次上辉煌的时候 没猜到它有对新喇叭 所以都没带这个工具去录音 如果大家想听这对喇叭 就上去辉煌找东哥 他一定要好好招呼 好了今次新产品简报就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